这次为母校设计这套微信表情包 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实践与尝试 在周龙主任和严孝依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 我利用课余时间将自己的想法 最后转换成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成品 在设计之初 我便想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展现 成大人 阳光开朗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所以卡通人物设计的比较活泼生动 那在这套表情包中呢 包含了16个动态表情 就像我现在手上单独拎出来的两个 加上前后的修改以及讨论呢 一共是耗时三周左右 在配色方面呢 可以看到我主要运用的是绿色 因为这和我们学校的校服 以及校灰的颜色都是相呼应的 另外在表情包中 我也融入了成大的部分建筑 比如说九龙碧还有教学楼 这些都可以增加校园的辨识度 当得知自己的作品被采纳之后 心情是非常开心以及激动的 并且就更有动力 希望能够把这次的设计做好 这两个阳光开朗的成大卡通形象 未来也可以广泛的运用到更多的 成大的文创作品中 也是我们成大人的一种精神面貌的表现 因为我本身对设计领域就充满了兴趣 报考成大创新设计学院后 更加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并且学到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以及技能 那通过这次实践来为母校喝彩 也会令我终生难忘 在这里我祝愿母校40岁生日快乐 一往无前越办越好 也期待更多的成大人能够把握机会 展现自我 杂志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